好 请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放掌 我们住持佛儒法师 诸位法师 各位联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开始呢 我们共同学习 无条件的旧度 观经 下品 下生 之深意 我这里呢有一本书 你们在课堂 可能也可以领着 有一本书 无条件的旧度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呢 会议上人已经做过详尽的解释 也有呢做成叠片 流通 另外呢也把文字稿整理成了书 所以我本人今天并没有更多的发挥 那只是以这个为范本 和大家共同学习 那这本的分量也蛮多的 大约呢有十万多字 上人讲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地点啊 分开一集一集慢慢讲的 最后集里成册 这种学习的方法有两种 一个就是边读边讲 一边也引用到总共有三百多条的经文法语 这样的话可能时间不够 所以这次的学习呢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以我所消化吸收的 来和大家做汇报 也就是呢 要点式的学习 这样的话呢 好处是相对的比较灵念一点 那不足的地方呢 可能会有遗漏 因为个人理解的 还有抓出来的要点 跟大家交流的可能不一样 所以里边上人的一些精华的东西 还有非常慈悲恳切的开示 或许会有遗漏 那不过好在呢 有这本书 所以呢 有文字在这里 大家回去呢 课下仍然可以再翻阅 这样就能弥补我所讲的不足 这是学习的方法 这学习啊 昨天晚上也和连友们说了一下 这次学习特别重要 希望每一位呢 大家要集中精力 打足精神 这个下品下生的经文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呢 有几方面 到场常驻的安排 还有我们个人身心的调节 还有我在这里和大家的互动 都要拿出最好的状态 要知道 我们在法医的学习 不是学一个知识和文化 也不是学一个技能 或者技巧 或者磨身的手段 这一次的学习 如果我们原来听闻过 善导大师净土思想的 有过安心的 那你可以呢 进一步的加强 法喜 也可以自信教人性 为未来呢 填补基础 如果原来就没有听闻过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对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 心中存有疑虑的话 那这次对你就尤其重要 即使你身上有 比如做生意做买卖的 有大生意大笔买卖 能赚五百万 赚一个亿 今天都不要赚了 这几天都放下来 我们赚的比赖更大 我们从凡夫直接赚一个佛果 所以这次是利益非常的大 便宜非常的大 你只是几天在这里而已 所以这几天呢 一定要万元放下 一心听闻 像什么呢 如同咳者文清泉 一心入狱与意中 这个文法啊 就像一个饥渴的人 他听说好像在 这个是像我们玄奘大师 七天取经 在沙漠当中没有水了 咳了好几天了 听说哪里清泉 你说那个心情怎么样 一心入狱与意中 法师的说话 讲法的时候 两二耳朵 很集中的 追过来听 就像呢 一个病 大病将中的人 将死的人 听说有神医可以救他 能给他药方药板治他 那个心情 完全养耗 所以这样呢 文法得意啊 就特别 有效果 所以这几天呢 是希望大家 能够把一些手边的事 能放下 全部放下 就这晚上说了 脱胎犯骨 何止是脱胎犯骨啊 还不止这样 转凡成圣 一个下平下生的人 是一个 忤逆办法 极恶重罪的人 十年之间 练了实生佛 转凡成圣的 我们是有榜样的 是有经典的例证的 他能转 我们就能转 他能成 我们就能成 所以我们这次的说法 主要是就对 下评下生 那内容呢 我想有四点 第一就是解题 就对题目 做个解释 第二呢 就是 观经 下评 下生 经文的重要 第三点 就是要 消事经文 就对这段经文呢 一句句的 跟大家讲解 第四点 就要显示 深意 这段经文当中 背后 有他 深远 优玄的道理 要显示出来 有这么四点 下面呢 第一点 解题 就对这个题目呢 做一番解释 我们的题目 有两个题目 正题 叫无条件的旧度 或者说是主题 附体 叫观经 下品 下生 之深意 一部著作也好 一篇文章也好 它的题目 特别重要 往往我们 很多人看书啊 不注意看题目 那你不会看书 看书 首先要看题目 接下来是看目录 或者前面一个全言 然后 再看正文 有的人一开打开 所以翻开在里面 找一张两页 不看了 这不会看书的 看书 首先是题目 再是目录 再是正本 那么题目 题是什么意思呢 题 以中国字来讲 题 左边是一个什么字呢 是 右边呢 叶 叶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叶 叶是人头的意思 上面是个手 要看它的繁体字 下面那个两点 是个人 就是人手 人的头 这三个字 提什么意思 提就是 是人的头 那你想 这个重要不重要啊 这非常的重要 是 是是一个日子 下面是一个正子 就以太阳为标准 比如这个影 正不正 以太阳的照射 这光线 是就正 正对 标准 代表是 然后这个是啊 非啊 对了 我们就点头 称为是 所以题 它有这么几个意思 题呢 如果就它字面的意思 就是你的额头 在配对著作的时候呢 有三点 第一就要主题 第二是标题 第三是题目 所以主题 主就是 做主的意思 这个题目能够统率 全部的文章内涵 它就是这部著作的灵魂 核心 主旨 所以称为主题 重要不重要 是不是像人的脑袋一样 所以我们看书 首先是看题目 我们会不会认朋友的时候 把脑袋遮上 别看 就看他下边 那会认识人吗 所以看人 首先是看他脑袋 对不对 看五官 哦这是谁 然后再是整体 体型怎么样啊 腿怎么样啊 你肯定是盯住脑袋看 结果你看书的时候 不看题目 一翻 那怎么行啊 首先要了解题目 题 第二叫标题 标就是标志 标杆 标准 重要不重要 所以说这个人说话 说他离题万丈 离题了 跑题了 你看考试做作文的时候 你只要不离题 最起码给一个及格 如果一离题 那完全零分 因为题是什么 题就是标准 题就像我们那个 你们大家如果坐火车来 那轨道 那个轨道 你不能离开这轨道 轨道你离开就翻车了 所以题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标准 这个标志 就是说你有这个题 才能显示 它整个的内容 它是一个标杆 像我们到大同市来 然后一路过那高速公众收费站的地方 上面就写了 大同市 这就是标题 到大同了 它就是代表整个 它可以做代表 第三呢 这个题叫做题目 目什么意思 眼睛 是不是 就是说这个题 你要了解它 题的精神 你就有了眼睛 你对整个这一部著作 就能够看得明白 如果这个题 它的眼 题目 目 你不了解 那眼睛没有 所以大家以后出去 要注意看书 要注意看题目 像我 因为我也读书 甚至有时候也会写书 也要出书 这个题目往往的废已经脑筋了 有时候一本书写好了 找不到好的题目 所以你找一个好题目 那个是大智慧 你要佛讲经 像观经 阿弥陀经 这个都有提的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这一听 哎呀 这一切诸佛互念 精神就来了 那还有呢 像观经 到最后也问 当云和名词经 这个云和受持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了 这个不经 怎么怎么样 所以要接一个题目 题目特别重要 好 再接到我们本书的题目 无条件的旧度 无条件的旧度呢 和观经 下品 下生的生意啊 它是两个互显的 也就是说 怎么看得出来 是无条件的旧度 就是由观经 下品 下生 它的深邃的意义 所显示出来的 就是无条件的旧度 观经 下品 下生的生意 到底有什么生意 就显示呢 它是 阿弥陀佛 对我们无条件的旧度 这本书呢 当初 上海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在一路行走 然后上海写了一个 一张小纸片 大概就这么大 像横格指的 上面就写了 观经 下品 下生的生意 是用圆珠笔写的 写了十几条 就给我看 那我一看到 哎呦 我上海 这个你总结的 就太好了 上海后来 回到台湾之后 有进一步的 归纳总结 成为现在的 三十点 非常的详尽 后来呢 有详细的讲解 那么从题目来说呢 当然一开始 没有这无条件的旧度 就是观经 下品 下生之 生意 那等要出书的时候 上海就觉得说 观经 下品 下生的 生意 当然这个题目呢 也很直白 明了 但是呢 文字比较多 比较长 另外比较平淡 不能够一针见血 一目了然的点出阻止 后来书一出来 我发现 哎呀 上海人还是高 就出了这么几个字 无条件的旧度 特别的灵念 而且特别的冲击力 这个题目啊 就视觉上 马上给你很大的冲击力 不是不痛不痒的 你看完之后呢 有这么几句话 眼睛为之一亮 哎呀 眼睛就亮了 精神为之一震 头脑为之一心 神情为之一爽 就这个题目看了以后啊 你特别爽心悦目 特别欢喜 特别有力量感 有冲击力 他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希望 给我们前途 给我们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暖融融的 哎呀 那我可能有份 因为无条件的旧度 如果有条件呢 或许我们不能达到 至少有一部分人 甚至一大部分人达不到 那么无条件跟旧度这两个字呢 可以讲是很匹配的 我们旧度 旧人的时候 要讲条件吗 讲不讲条件 如果你讲条件 那你就是犯罪分子 是不是 你叫做绝灭人性 我们山西啊 煤矿很发达 但是呢 前几年经常出矿难事件 请问出了矿难事件的时候 这国家领导人也好 省的领导也好 他来救人 他会提条件吗 他说什么 不惜一切代价 会不会这样讲 这就是 这个本身呢 就是无条件 不惜切代价 他不会说 看你是劳模 你在挖矿 挖了几十年 劳模把你救上来 另外一个 平常就是 不好好上班的 闷死算了 不是 因为现在 他这个救人 是人命相关 他是 这个人性的自然流露 不会来挑剔你说 你平常听话不听话 守不守纪律 你是不是优秀共产党员 是不是劳模 甚至说 哎呀 这个发生像 这个五岩二大地震了 即使是监狱里边的人 埋下去了 也要把他救出来 所以通过那个 叫生命探测仪 下面哪是一条狗 也要把救出来 是一个老太婆 八二几岁了 说这个老太太 精神也不好 救起来 还要到医院里 花很多钱 偷偷地看 算了 给国家省一点钱吧 这个不可以啊 这要灭绝人性啊 那不可以的 不管只要有生命迹象 一定要把救上来 救度就是无条件 那如果这个时候 派出搜救队来了 你在里面做生意 做买卖 说 某某人 现在探测到你了 我救你哈 你家挺有钱的 平常问你要都不要 现在你得给我点什么 好答应多少 这就不对了 不可能这样 这叫处罚你 那么阿弥陀佛呢 到苏普世界来救度众生 我们就是埋在苏普世界 这个重灾区 矿难下面的 这个矿难不是别人弄的 就是我们无始即来的 业力 那个钻头瓦块 哐哐哐 全部给我们埋下去了 现在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大铲车 哗哒哗哒的 我阿弥 不会没有条件 无条件的救度呢 不光是我们观经下品下生的深意 也是我们整部观经的深意 也是我们整个净土三部经 乃至整个净土宗的深意 整个净土宗就体现了阿弥陀佛 无条件的救度 这个大家记在心中 弥陀的救度有三句话 七个字 主动 平等 无条件 甚至呢 也是我们一代佛法的深意 整个一代佛教 就体现了佛陀 无条件救度的精神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整个佛教 法华经 法华经称为初世本怀 道三称归入一佛称 法华经里面就这么说的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喜中众生 其是无子 而今此处 多有患难 唯我一人 能为救护 我每当读到法华经这个地方 我就特别感动 释迦摩林佛说 他来到这个 苏婆世界 来到三界当中 这三界里面 所有的众生 这三界都是释迦摩林佛 所教化的 他所掌管 他经此三界 皆我所有 喜中众生 其是无子 这里面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 罗霍罗一样 都是我的儿子 而今此处多有患难 大火都充满了 都烧起来了 像我们一个楼房 都烧起来了 唯我一人 能为救护 没有别人 除了我之外 没人能救得了 所以释迦摩林佛 来到三界 就像消防员一样 你像这个楼房 一样烧着了 来救人 你还会提条件吗 你没有条件呢 哪有条件 这个房子着火了 尽量把这火给熄灭 把人救出来 所以整个法华经 显示的宗旨 就释迦摩林佛来救度 那救度的方法 当然有两种 一个圣道门 一个净土门 圣道门是告诉你 自己怎么救度自己 净土门就是 直接佛就把你救出来 所以这样的 要有这样的理解 当然 这个题目 我们出书的时候 也有人说 你怎么能出这本书 怎么叫做 无条件的救度 就是说 可能有些 也有些 觉得这个题目 太冲击了 需要把它 消为的遮掩一点 因为怕有的人 听到无条件的救度 会不会 会不会 既然没有条件救度了 那我们还要不要 行善吉德 我们还要不要 做什么好事 怕人家 住于邪见当中 所以这样就不敢 讲无条件的救度 我想这种担心 是不必要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讲话 我们的目的 不是在鼓励 鼓励一个人 唯非作胆 我们的目的是 彰显迷途的慈悲 所以呢 要顺这个正确的方向来理解 就好像说 我们建一栋楼 或者建一座桥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建一座桥 是给别人干什么的 通车用的是吧 那据我听说 南京长江大桥 每年都有人跳 从桥上跳下去 但是我们建桥的目的 不是给他跳江自杀的 说哎呀 你不能建桥 你万一建了桥 万一有人跳下河怎么办 那是他的问题呀 那不是我的本心本怀呀 所以我们因为他可能会跳江 那我们干脆所有桥别建了 也不可能说因为有人跳楼 那我们干脆楼别建了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目的 第一 第二呢 这个比率非常小 会不会有 我们也不能说绝对一个人没有 即使有他的比例非常的小 也可能一万人当中 有一个两个 那么因为这一个两个人 我们就把那么绝大多数人 可能会得利益的法门 说得很模棱两可 含含糊糊 那我们和算不和算 这个不和算 所以呢 考虑 因为这个语言的表达 往往就说有利有弊 你比如叫含含糊糊糊 那也或许有人会 错误的见解 那可能就有弊端 但是呢 还是考虑大面 就是利多必少的情况下 为了绝大多数人 正常思维的人 正确理解的人 他得到利益 那我们还是要这样说 第三呢 第三点就是说不定 就有没有人这样去想 是我们猜的 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的确定 如果我们把无条件的救度 彰显得非常明显 那么绝对有很多人 绝处逢生 肯定能得到法的利益 所以这个在肯定和不定之间 我们当然选择肯定 这是第三 第四呢 那么如果他抱这样的邪见 其实你怎么挡都挡不住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蛇饮水成毒 牛饮水成乳 这个你难以遮止他的邪见 为什么呢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 他有自杀的倾向 你说你不建桥 他会跳楼 你说你不建楼 你说你不建楼 楼也别建了 他会撞地 你还能把大地高没有了吗 对的 他会拿绳子 你还说绳子也不要了吗 就是说他有这个自杀倾向 他的问题 你怎么挡都挡不住 但如果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遮止他 这个你是邪见 就对他做个别的交代 你不可这样抱持邪见 阿弥陀佛虽然无条件救度 但是我们仍然要行人伦规范 我们仍然要被佛的慈悲所感动之后 你内心自然会有报恩 报恩行出来 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稍微的做这样的说明 再一个呢 这是佛的正说 这一点呢 有人说 怎么会讲无条件救度 对呀 佛这样说的 佛这样说了吗 我们现在的语化 语言叫无条件的救度 在佛的规范语言当中叫做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对吧 这两句话大家听说过吧 无缘就是无条件 缘 就是我跟你有没有缘呢 有缘分 有这个缘我来救你 那么无缘大词就是无条件的 为什么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什么同体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当然我们凡夫做不到 那么佛是做到的 佛为什么这样 他已经彻证了众生本具的佛性 在这佛性当中 并没有你和我的区别 众生的苦难就是佛的苦难 所以众生欢喜 佛则欢喜 众生苦恼 佛则苦恼 众生如果多了地狱 那佛心中是不舍的 就要同体大悲 在佛性上是一体不格的 没有亲疏 冤亲的区别 就冤亲平等 同体大悲 那么同体大悲 自己就自己 咱哪还有条件 没有条件 所以这个无缘 所以关键你说 佛心者大慈悲适 以无缘慈 那我们应该在正面的理解 我们正确的表达 也希望听法的人正确的理解 不要错误的理解 这样的话 就彼此就没有障碍 再一个就是佛 我们要明信佛制 既然佛说这样的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你要佛说 冤亲平等 你怎么可以说 冤亲平等 对呀 就是破坏佛法的 武力办法的 佛对他的悲心是一样的 你就是信仰佛法 作为佛的虔诚弟子 那佛的悲心也是一样 就是佛他的心中是平等心的 这样在我们众生是很难理解 我们很难理解 但是这个佛的智慧 我们听到 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佛既然这样说 一定有他深刻的慈悲 深刻的智慧存在 所以不以我们烦情来考虑 这是解题 下面我来说明 观经 下品下生经文的重要 讲到下品下生 一般人都有点看不起 我们会不会看不起 然后也有的人 比如读观经的时候 有的人就注重十三定观 不过大多数人 以我们现在的根基 可能不太注重十三定观了 因为修不来 观不了 那么就会注重什么呢 就会注重三福 三福敬业 大家知道吗 关键三福敬业 一共有三条 是福 戒福 行福 十一句话 三福敬业开为九品 开为九品的时候 一般人的演技 就会看上上品 然后在上面找 看看我能不能 搞一个上上品 一看 上上品可能没有资格 那就再求上中品 下下品一般是不看的 我怎么能成下下品呢 这不垫底了吗 倒数第一名吗 我再弄一个下中品 那也不好意思 上上品我不敢说 但是咱们搞个中不溜 搞个中品还可以吧 所以这个下下品 一般人是不看的 本人以前也犯这样的毛病 这叫交慢 自以为自己 不会落入下下品 这就是交慢 也是懈怠 那么通过上人的指导以后呢 我们发现啊 下下品的经文 尤其对我们重要 我这里呢 跟大家说几点 我们佛经的经文呢 因为佛经 它都是释迦牟尼佛 从大觉悲心当中 所流露出来的 它是对真理 真如实相的表露 它是指向真理的 所以佛经的语句 都给我们呢 清凉 发喜 给我们安慰 所以我们如果读佛经的话 你会越读也越欢喜 有很多连友啊 都很喜欢读经 我也非常的理解 也很赞赏 虽然 我现在当然 是提倡专业念一句佛号 也是自己专念一句佛号 但是对诵经呢 我非常的理解 大乘经典里面 很多的语句啊 我们读诵背诵 心里特别觉得 敞亮舒服 因为它和我们的佛性 和真理相应 所以随顺法性 不于二地 这样呢 我们就有法的利益和法喜 也有很多经文法语 你像心经啊 最有名的 观自在菩萨 行圣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对不对 射例子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读起来 反正听懂听不懂 觉得挺美 书法家也很喜欢写 还有金刚经啊 还有法华经啊 楞严经啊 华严经啊 里边很多的经文 都非常的优美 但是呢 这些虽然很好 多了也能消灾 但对我们本身来讲 可能都是理论性的多 实用性的少 比如说 观自在菩萨 行圣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我们能行圣般若波罗蜜多吗 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吗 我们一空也空不了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读了半天 还是 这些是教理上说的很好 那观经下评下生就不一样 他直接是我们听得懂 做得到 甚至你还有一天瞧不起他 说这 刚才我们读的观经 这个新经这一段话 你谁敢瞧不起 你是仰望 但是呢 你没有份 这个下评下生说 下评下生 我肯定能超过他 对了 我恭喜你能够超过他 最好 在所有经文当中 我个人觉得 最精彩 也是最惊险 也是最具有戏剧化的 甚至完成 刹那之间完成 天地大翻转的 就是这一部 观经的下评下生 非常的精彩 很具有戏剧性 短暂之内 从一个地狱的种子 变成极乐的菩萨 等会我们会读经文的 就很短暂就变了 天地大了 天地大翻转 从一个地狱的种子 地狱众生啊 变成极乐菩萨 就是念了识生佛 所以这个对我们 极大的启发性 它对我们很实用 很亲切 读了别的 未必是你的 就说这很好 但是不是你的 画饼充饥 但是下评下生呢 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极大的信心 有法喜 有希望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 具有可操作性 我们可以学得来 在我个人理解当中 这一段经文 至少也是我们 佛经当中 精华当中的精华 要点当中的要点 生命当中的生命 这一段经文 能给我们真实的生命 我们说 佛的经典 都是真实宝贵的 刚才说过了 但这一段经文呢 尤其对我们重要 我们可以讲三方面 它不仅对我们个人 它也是阿弥陀佛 成佛 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我用三句话来说明 它是弥陀救度的 试金石 它是众生 往生的定海神针 它是我们净土宗 教理建设的净土宗 如果像一个大厦一样 一个殿堂一样 它是它最根本的基石 你说这重要不重要 那么什么叫 阿弥陀佛成佛的试金石呢 阿弥陀佛成佛了 你要救度十方众生 那么用什么呢 是你到底成佛的 救度力量如何 边线如何 范围如何 就用下品下身 就能试得出来 用别的还试不出来 下品下身 就能显示 阿弥陀佛的爱心 是无穷尽的 它的愿力 是没有边线的 所以这是 弥陀成佛的试金石 那为什么说 是我们众生往生的 定海神针呢 定海神针 你们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 有看那个 孙悟空大闹天宫 他怎么闹天宫的呢 他到了海龙王那地方去 向海龙王 要 海龙王说 那什么 你随便拿 他一看 转来转去 有一个大柱子 金光灿灿的 他说 那个龙王 我别都不要了 我就要这根柱子 那不行啊 这是我的定海神针呢 那什么意思呢 就这一根针 放在大海当中 这个大海就是波兰不星 不会有 就风平浪静 不会有灾难 但是孙悟空他看中了 你不给他也要 所以他这个波红 插一段 把变成小针 塞耳朵带走了 从此大海就不 就不平稳 这个大海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有没有生死的夜海啊 我们生死夜海里边的风浪大不大 非常大呀 所以矿界以来 长毛长流转 都埋在这个生死夜海当中 这个生死夜海当中呢 这个下品下生的经文 如果往里面一放 这个大海就平静了 就要定海神针 如果没有这段经文 那我们心会动大 我们到底能不能往生 我们没有底细 但如果这段经文了解之后 你心就平静了 这个大海不是别的 就是我们心灵当中的 烦恼生死夜障的大海 就会平复 这个重要不重要啊 所以这段经文特别重要 那么第三点 说我们净土宗建立的一个基石 一个基础 那怎么这么说呢 净土宗当然是以第十八院建立的 但是第十八院的根 要打到什么地方 就像我们普渡寺建房子 建这个大殿 这个大殿泥 钢筋水泥下基础 如果你只是下到 这个比如你要建多高的楼 你三米 那这个根基太浅 六米还不够深 九米还太浅 一直要打到底 从这个浮土层表土层打开 下面是硬土层 樱土层如果建高楼大厦 还是不够的 建两层小房是可以的 继续往下打 打到呢 这个石头 软的 鹅软石的地基 还不够 再往下打 一直要打到岩石层 岩石 好 这个地方就稳定了 然后呢 钢筋水泥就 从这个地方下起来 这个楼 怎么样 这个楼就稳定 如果要扛八级地震啊 九级地震啊 那一定要达到岩石层 那如果是还在浮土层 还在那个软沙子 那个鹅软石那个地方 那这个楼稳定吗 就不稳定 净土宗的这个大厦 教理 如果是以上品上升 上品上升是浮表土 如果以这个为基础 那我们这个净土宗立不起来 那如果以十三定观 那更立不起来 它更在表面上 那如果是阿罗汉 那就没有净土宗了 那也净土宗了 对不对 他自己都成佛阿罗 他自己都解脱了 所以这个净土宗啊 他是往下打根基 那么一定要打到什么地方 打到武力办法的人 如果武力办法的人 也能够得救 这个净土宗牢靠不牢靠 那是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得救了 所以这个经文 它就是整个净土宗 建立的一个基石 就是岩石层 如果你不到这个位置 可以讲你不了解净土宗 你学法 你对这个净土宗 学净土三不经 对下品下生 没有深切的认识 看不到它的重要性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净土宗 像建房子一样 你建在软土地上面 这个稍微一动荡 马上就塌掉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你看他看经 他如果不了解下品下生 信息没法建立 他眼睛老是盯着上品上生 使劲看 让他里边找一两句 看看我能不能配得上 这个到后来都是一场空 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定格定位 定在下品下生当中 决定的定海深圳定了 你绝对不会动摇 绝对不会退转 因为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 所以这个神针一定要拿住 一定要了解 当然我们不是孙悟空 阿弥陀佛也不是海龙王 我们不要抢 阿弥陀佛直接每个人都发给你 就是一句六字名号 这六字名号是站在下品下生 这个立场上 所以这段经文特别重要 下面大家可以看讲义了 下面我们来消逝经文 请大家打开讲义 跟我一道 恭送一遍 或有众生做不善业 忤逆十恶 拒诸不善 如此于人 以恶业固 应多恶道 精力夺杰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灵命忠实 欲善知识 种种安慰 唯说妙法 教令念佛 彼人苦逼 不妨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彼佛者 应称无量朔佛 如是至心 令身不觉 具足实念 称阿摩阿弥陀佛 称佛明固 于念念中 出八十亿劫 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 见金莲花 犹如日轮 出其人选 如一念行 极乐化生 极乐世界 好 谢谢大家 这段经文 总共是一百五十个字 不含标点符号 好 不多 我来跟大家 共同学习一下 第一句 获有众生 这句呢 是在解释 第十八院的十方众生 因为十方众生呢 非常的广阔 它是一个 总阔性的概念 这里呢 是把十方众生当中 举出有一类 或 或者有这么一类 在观金 下品下生的 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下品下生 每一段开头都说 获有众生 并不说所有人都这样 但是有一类是这样的 所以是 在十方众生当中 特别挑出一类 来说明 众生呢 佛经来讲 叫做师法界 四圣六凡法界 四圣就是 佛 菩萨 圆觉 身闻 这也是众生 当然佛一般的 不按众生来说 也有说的 众生者极非众生 就无生的意思 那是究竟的意义 六凡法界呢 就是六道众生 这叫 师法界 这里的众生呢 当然不是四圣法界 属于凡夫 凡夫当中呢 有善人 有恶人 这个众生 不是贤善之辈 它是一个造恶众生 造恶呢 有小恶 有大恶 这里的众生 不是一个小恶众生 是一个大恶众生 而且是一个 极恶众生 那我们来看 做不善业 那这句话就说了 他做的业是不善的 那当然就做恶了 那么哪些不善业呢 底下列举出来 五逆 十恶 拒诸不善 五逆十恶 是在所有不善业当中 举出两条 罪大恶极的罪业 五逆就是五种 极端的罪恶 哪五种 像我们都知道 杀父 杀母 这两个字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说了就 心里都是非常的寒冷 你看这都敢啊 这个人 你说没有人 人物人形啊 都不具备人基本的天良 杀父 杀母 一切罪当中 杀生罪是最重的 在这个地球上 最宝贵的是生命 对不对 什么石油啊 矿场啊 所有的这一切 如果说你没有命了 那跟你都没有关系 所以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当中 你说一个人 不管什么众生 他都是以保命为第一的 如果要剥夺他的生命 那就是什么都可以给你 钱财 什么都可以 但是命要保下来 所以最大的罪 也就是杀生 杀生当中最大的罪是杀人 杀人当中最大的罪是杀 跟你有亲爱 亲 有恩关系的 这当中最极端的就是杀父杀母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 生一养我们 所以佛经理说 父母恩重 你就是把左肩蛋腹右肩蛋母 在你肩膀上吃喝拉撒 都在你肩膀上 一辈子几十年到死 你都不足以报道 那么这么恩重如山 不仅不知道报恩尽孝 反而去杀 这叫逆 逆什么意思呢 不顺 就是跟人性 跟人的基本人伦 完全相反 没有人这么做 他就是叫逆罪 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超凡入圣了 德高日月 能够为众生的大福田 但是呢 他起魔力之心 还有呢 出佛生血 破合合生 这都是不得了的大罪过 连佛都要磨害 因为佛当然不可能 没有人能够杀害的 但是呢 就是讲的提破达多 他要磨害佛 让佛的小指流了血 所以要出佛生血 那么森宝 是这个世间的航传 佛法 佛的代表 法的传人 佛灭度之后 法自己不会说话 完全靠僧来传耻 但是他破坏和合僧 让佛法分裂 这个罪过 当然就瞎人天眼目 所以这五种罪过特别大 五逆 那十恶呢 就是十种罪恶 十恶大家如果 稍微佛法基础都知道 伸三口四一三 伸三就是杀到营 口四就是口业有四种 妄语恶口 两舌其语 这就是四种 然后义业呢 有三种 贪称吃 贪欲称恨 欲吃 这叫十恶 接着下面说呢 聚诸不善 聚是聚足 诸呢是一切 我们比如说诸佛 就代表一切佛了 所以聚足不善 是所有的不好的事 恶事 他都干 都干完了 所以有两句话来形容这个人 叫做 无做不恶 无恶不做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恶的 没有恶的事 他不做 你说哪有这样的人 他哪有什么事 恶事不做 杀父杀母这样事都干得出来 这样的人怎么办 如果我们在座各位有的联友 做法官 判他下十九层地狱 这样是 这太可恶了 太太不好了 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是经文怎么说 如此于人 以恶业故 因多恶道 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 前面五逆十恶 聚不善 就是他造的恶因 所以这一段话 前面这三行 主要讲的就是 造恶的因果报应 造罪因果 那么他得到果报什么呢 因为恶业的缘故 因多恶道 这个恶道虽然没有说 但主要是指地狱 地狱出来之后 还要在恶鬼 畜生的三恶道当中 那怎么知道呢 下品终生就说了 地狱众火一时俱至 连下品终生都这样了 何况下品下身呢 何况他干了这么重的罪 而且是阿弊地狱的罪业 无间地狱 因为是犯了五逆重罪 经历多劫 就在三恶道当中 在地狱当中 不是短时间 五逆罪啊 如果犯了一逆 那么就是在地狱当中 带一个大劫 如果犯了五逆呢 就带五个大劫 那么这个人 他不光是犯五逆罪 所有的罪 拒住不善 比如说棒法的罪 他也犯 他为什么 他这个五逆 他能够 摩害佛 对佛教 这样的破坏 他当然他不信佛 他在 才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棒法罪也含在这当中 那这样这么重的身罪 当然不是短时间 可以处理 可以处理的 按照他本身的因果报应 所以这个因呢 是个应该 是一个 就是 按照因果报应的法则 推断他 应当堕落地狱的 只要他一死 这个叫五逆罪 叫做地狱的定业 只要一口气不来 当下直接堕落地狱 定业 受苦无穷 在整个 恶道当中流转 是无穷无尽的大苦恼 这就是所谓的恶有恶报 那么这样的重伤 有没有办法救得了呢 他的因果报应 能不能转得过来呢 就看下面 如此于人 又来一句话 跟上面一样的 如此于人 这里呢 提醒大家注意 佛在这里边的用词啊 是显示了 释迦牟尼佛 无限的慈悲和怜悯 他没有说这个 如此恶人 他用说如此愚人 我们能体会吗 因为佛不向我们凡夫 有那种善恶的观念 说啊 这个是善人 我喜欢 这个恶人 下地狱吧 不会的 佛是说 他是个愚痴的人 因为他不懂得 不了解 不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他愚痴 他才去造罪 他才造了恶 他如果不愚痴 能够相信因果报应 他怎么会造恶呢 所以佛是怜悯 他是个愚痴的人 所以底下就说呢 如此愚人 在佛陀的眼睛当中 什么叫智慧的人 什么叫愚痴的人 我们今天在座来的 各位 佛都说你们是智者 大学教授 博士生 写书写这么达 这么高 但是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知道行善既得 不相信来生后世 不知道极的世界 也不相信阿弥陀佛 也不念佛 佛说这个人呐 真愚痴啊 是一个可怜民者 不是来说你这个世间 读多少 世间的这些学问 做多高 不是这样 哪怕我们大字 不是一个 说话大舌头 都念字的念不准 那么如果我们 相信因果报应 会念佛 求生西方 佛说 你是善男子 你是一个智者 在佛陀的眼中 被我们称为智者 那个是很光荣的 好 我们这堂课呢 就到这里 你俄我 这一句话 sühhh 祂就是说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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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